纪上周表示金正恩很聪明之后 美国总统特朗普终于又放话称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不排除与金正恩荣幸会面引发言论聚焦 白宫发言人紧急澄清 所谓的情况允许意味着非常多的条件 而目前来看 美朝领导人之间不存在会面的可能性 特朗普表示 如果与金正恩会面是一件可行之事 并且会感到荣幸 但前提是情况要允许 特朗普进一步指出 大多数政治人物不会明确表态 愿意与金正恩会面 但他愿意 特朗普在采访中 没有指明所谓情况允许的具体含义 他这一表态 也成为当天白宫例行记者会上的热门话题 特朗普在采访中没有指明 这些状态并不存在 而且这些状态并必须有很重要的改变 这些状态并必须有可能性 针对特朗普的最新表态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周二回应称 希望有官方尽早找到恢复对话的突破口 我们认为有关各方都应该担负起应付的责任 相向而行 尽快找到恢复对话和谈的突破口 我们以前也多次说过 美朝作为半岛核问题的直接当事方 应该尽快地做出政治决断 采取行动 展示诚意 耿爽同时表示 中方一直在为推动各方恢复接触和对话做出努力 未来也将继续这样做 不过外界并不看好美朝领导人举行会谈的可行性 2000年 时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与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会面 自那次至今 美朝双方再没有任何高层接触 一些观察家注意到 特朗普当选到就职期间 朝鲜弹道导弹试验术为零 但特朗普就职后 截至5月1号 朝鲜已进行了十次试射 最近一次是4月29号 而去年同期只进行了5次 在这种情况下 特朗普如果与金正恩会面 无疑将背负极大政治风险 在朝鲜问题上 我认为现在对话的门还是打开的 还没有完全关上 也就是说 各方不应该放弃这样的一个对话的努力 当然就是说 美国一直强调 或者美韩一直在强调 这个军事行动已经是摆在桌面上的一个选项 实际上美韩对半岛的局势已经有多方面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军事行动的准备 特朗普近日多次就朝鲜问题发生 并密集接受媒体采访 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 特朗普表示 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朝鲜问题 但他同时强调 与朝鲜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特朗普也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表示 如果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 他将不会感到开心 当被问及美国是否会采取军事行动时 特朗普回答 不知道我们要走着桥 特朗普周一还接受了福克斯新闻的访问 针对朝鲜半岛局势 他强调自己不喜欢画设红线 但如果应该采取行动 他就会采取行动 不过特朗普拒绝表明 会如何阻止平壤发展核武的计划 仅表示无意效仿其前任奥巴马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举措